L.K.E. 抱皮恩女伦姿姆哥 忍了外遇 反控被情绪勒索 必离婚 今天我们将再次爬上大思路的旅程 听众新早节目主持人L.K.E. 7号宣布再婚主播秦林谦 却被曝出是S级时间管理大师 目前呢 一累计A女B女C女V女S女 外加某电视台女副总 外加一段男言之隐 眼看台湾字母歌 就快把英文字母用完了 自称从粉丝转女友的A女表示 与L.K.E.已交往一年并同居 扛下了房租 电费 管理费 最后才发现新娘不是自己 甚至等能找L.K.E.妈妈 才拿回解除的80万 B女C称在脸书认识L.K.E. 对方曾经在爸妈面前叫她老婆 承诺有了救生就结婚 殊不知交往半年怀孕两次 也多胎两次 甚至被L.K.E.无情对待 你顺世了也不会幸福 同样在脸书认识L.K.E.的C女 透露两人虽然没交往 但男方疯狂调情 包含好想吻你的胸部 把你腿掰开抬高 还曾经向C女又裸招 出面爆料的B女说 早在2005年 L.K.E.还在第一段婚姻时 就曾找她远距离交往 两人也会互传私密照 点名L.K.E.身体特征很好认 右手二头肌有两颗痣 锁骨上方也有一颗痣 实际对照真的一模模一样样 现身说法的S女则是在今年5月交往 10月分手L.K.E. 她还会传讯息要裸照 一定要脱光 当然也会回传自己的生殖器官照片给我 除了指出L.K.E.把妹套路一贯 在得知B女九月堕胎后 S女才知道交往时间完全重叠 并爆料这些女子全都睡过 A小姐租的房间 L.K.E.也会翻倍时间给所有人 但是L.K.E.的房间就是单身男子的房间 没有任何女孩的用品 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哪里怪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背出她家地址 她睡的床垫我们大家都睡过哦 而且很不好睡因为太软了 下一位 L.K.E.也被钱东家亚洲旅游台员工爆料 去年离婚之前跟公司某位副总交往 该名副总不仅是L.K.E.的主管 也是她的经纪人 L.K.E.在上周五还说离开公司一样爱她 结果前脚离职后脚闪婚 所以就是扎一个字 她用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感情 我也只能说无言了 所以新战局又有一位男性回碗 粉专杂男动物园有篇匿名投稿 141L代称L.K.E. 指出在粉丝职会和自己朋友搭上线后 L.K.E.主动说结婚是结给长辈看的 她和老婆各玩各的互补干涉 甚至失控说要打手枪给朋友看 吓得朋友澄清自己真的不是同志 虽然文中并未执名道姓说的就是L.K.E. 但从旅游节目男主持人再欢的妻子 上一段关系也曾爆出魂内出轨 就可以看出竹丝马迹 这是听得我高潮一步接一步 L.K.E.发声明坎诚 上一段婚姻因自己没有好好经营 加上工作聚少离多而外遇 离婚后预班离与前妻住家 她出现说要帮忙租屋 因为当时愚昧无知地认为 她也应该付出代价 而不是破坏家庭后全身而退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逼迫离婚与情绪勒索 并控诉A女拿了钱还不甘心爆料 离婚后存有几段短暂感情 最后无疾而终 有的是不爱也勉强不来 至于所谓露骨的对话 是该段感情中恋爱时的对话 我愿意为个人问题再次道歉